今年2021年师傅邦60周年 那60周年就是一甲子 一甲子其实是一个循环 所以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因此呢我们今年最大的主轴就是永续 所以我们在4月19日这一天 有宣布了ESG院景工程的 新的四大主轴 包含低碳 数位 激励还有影响 那其中最重要的我相信就是低碳了 那为什么是低碳呢 是因为现在气候变迁 环境问题非常的严重 因此我们希望说有一个 很棒的一个倡议的活动 我们设计了两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就是金融的面向 富邦希望可以透过资金的力量 包含我们投资 融资 还有一些产品面的一些创新 能够协助我们的客户转型 另外呢在消费者的部分 我们就结合了马拉松的四大平台 来推动Round for Green的一个计划 那四大马拉松呢 富邦是唯一赞助的一个金融业 包含台北马拉松 万金石马拉松 田中马拉松 还有高雄马拉松 那我们透过跟这个四大马拉松的 一个赛事单位的合作 那我们也非常的感动 他们也呼应我们的Round for Green的计划 鼓励每跑完40公里的跑者 就来种一棵树 而这棵树呢就会用富邦 来帮你们种下 那这植树计划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我们不是只是种树 我们更会选择对当地的生态 非常有帮助的树种 那跟当地的NPO来合作 来把这个树种得非常好 海岸的富裕呢 对我们台湾太重要 因为我们整个台湾四面环海 那整个海岸线将近1200公里 天然的海岸林呢 只剩下在墾丁的香蕉湾 到鹅兰比这一段 只有1.5公里 那换句话说 99.9% 我们的海岸呢 几乎都被破坏掉的 都不是自然的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海岸 有很多在种树造林 在不是很清楚 我们整个海岸的森林的状况之下 那很多的种树的树种 各方面的操作 事实上有需要我们进一些 调整跟修正的地方 那刚好呢 富邦的这个资源呢 来协助我们整个台湾呢 可以在海岸的富裕上面呢 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透过了马拉松的这样的运动的赛事 然后跟着这个植树富裕的计划 不管是参与的跑者 或其他延伸出去产生的效应 都能够知道认识这块土地 也能够知道原来自己的生命 跟这块土地的这样的一个连结的时候 那我相信他所创造的 或者是建立的 是我们当代一个很中位的 叫做社会价值 我们参加这个活动啊 虽然在现场很热很热 像有的会跟我说 种这样的树苗 其实是保护地球 有一个个案就跟我说 老师我喜欢走出来的感觉 哇 我自己当下心里想说 走出来的感觉 那是什么感觉 就又再去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 这是什么感觉 他说走出来就是走到大自然 就是有跟大家一起种树 然后有互相帮忙 我就觉得越种越顺手 越种越顺手 对 因为我种很多树 他们会更敏感 对这种空气或是风 这些的流动 植树的这个活动 对他们其实都是很棒的 2020年 富邦整个企业 总共节省下 66万1490度电 减少了336万吨的碳排放量 相当于一座大安森林公园 一年的碳吸附量 根据联合国种树计划 一棵树平均一年 可以吸附12公斤的二氧化碳 我们预计在五年内 在台湾的各县市 种下10万棵树 为台湾的碱碳 贡献一份心理 大那 Goodness 这际树的水平均这有死 最后都建立了 这会是粉丝 对这一段时间 没有水平均一MS 大 到